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的顿巴斯最新的战况 截止莫斯科时间10月23号晚20点 在弘利曼方向 乌军今天发动了进攻 是由一个坦克连加两辆装甲运名车组成的小队 对切尔诺沃波皮夫卡就是红点处这个方向发动了进攻 现在大家看这个方向是靠近克里米纳 也就是这条运输补给线高松路P66高松路的节点处 乌军是从马基伊夫卡方向发动了进攻 出动了两辆装甲运名车 一个坦克连 在克里米纳一北地区和俄军发生了正面交锋 那么俄军使用炮兵优势 在距离切尔沃、诺博、皮夫卡红点处 约一公里的位置 那么成功的阻止了乌军的进攻 那么现在我了解的情况 俄军击毁了五辆坦克 另外大量的装甲车以及乌军士兵被俄军摧毁 敌人后撤 那在斯瓦托货方向 也在北部地区 乌军在赖哥、罗德卡、科瓦、列夫卡 赖哥、罗德卡、科瓦、列夫卡 沿这个三角地带发动了试探性的进攻 实际上乌军是出动了侦察小队 沿这两个城市中间形成一个犄角之势 逐渐的接近斯瓦托 实际上看离斯瓦托只有数公里 那么今天的战斗 俄军击退了乌军五次的冲锋 那俄军成功击退了乌军的进攻 随后乌军由于缺乏燃料 重装备退回到布洛瓦 布洛瓦在这 就退回到奥斯基尔河 延安 那么这次士探性的进攻 对斯瓦托形成了一定的威胁 那么今天在巴奉特方向 也有最新的消息 乌军进行了反攻 乌军实际上获得了美国 也就是特斯拉的创始人马斯克 他提供的星链卫星技术的帮助 马斯克今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证实 那么他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免费的星链卫星 大家可以看马斯克的推特 那有了马斯克的星链卫星 乌军的反击也非常成功 在巴奉特方向 乌军进行了反击 我把情况给大家汇报一下 乌克兰武装部队 第58摩托化步兵里的部队 在巴奉特方向 成功的推进到了城市的东郊 沿这个T0504这条公路已经推进了到东郊地区 那实际上乌军在巷战中啊 实际上星链卫星发挥了巨大作用 之前讲了这个星链卫星呢 可以使整个乌军的作战能力形成一个整体化 包括俄军的位置 所有士兵发现俄军以后呢 可以上报 并通过整个系统传送给所有战区的 所有的士兵 所以呢 所有的士兵就形成了一个情报网 那么整个巷战来说 对乌军来说非常有利 所以现在呢 星链卫星对俄军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俄罗斯方面也发射了自己的星链卫星 实际上呢 我前面的节目给大家介绍了 这个马斯克呢 和梅德威杰夫进行互动呢 经常提起巴赫木特 实际上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呢 就在巴赫木特上空向乌军提供了军事的援助 特别是相关俄军的位置信息 所以呢 你看马斯克对巴赫木特的情况非常要紧 那我把现在巴赫木特的情况给大家介绍 巴赫木特刚才讲了 乌军的第58摩托化步兵旅呢 在东部地区 巴赫木特东部地区向战取得了优势 那么南部地区53计划旅 第二营的部队从奥普特尼附近 奥普特尼在哪儿 在这儿 奥普特尼 从奥普特尼方向 那重新夺回了阵地 而瓦格纳工兵集团呢 在这个方向后撤 乌克兰武装部队第53 53计划旅 在奥普特尼的第46独立突击营的士兵 在火炮的支持下 那试图呢 从克里士切夫卡 在这儿 克里士切夫卡 从这个侧翼攻击俄军在巴赫木特南部地区的阵地 可以看啊 从这个侧翼可以攻击萨伊采卧 攻伊南部还有奥普特尼 俄军的阵地 那么俄罗斯武装武队呢 成功的击退了乌军在 克里士切夫卡方向对俄军的这个侧翼的进攻 那也说俄军呢 现在在奥普特尼南部 还有克里士切夫卡这一线呢 遭到了乌军的有力的反击 那这是巴赫木特南部地区 那整个巴赫木特情况来看呢 乌军通过星战卫星技术 再通过增援 实际上夺回了一些阵地 这个方向呢 瓦格纳工兵啊 实际上在这个方向损失也是比较巨大的 那么乌克兰的士兵也公布了在巴赫木特市内 市内的画面 大家可以看啊 在巴赫木特市内 也就是说在巴赫木特东部地区呢 乌军士兵已经控制了该市的东部 东部俄军的阵地 所以这是巴赫木特现在的最新的消息 那巴赫木特北部地区 塞尔斯克这个方向 塞尔斯克方向呢 乌克兰武装队第十山地突击旅的部队 在谢列布里扬卡在这儿 谢列布里扬卡 从谢列布里扬卡进行战斗侦察 那么俄军呢 使用远程火炮 从克里米纳方向远程火炮 对俄军阵地进行打击 这是昨天发生的 那么乌军呢 从谢列布里扬卡后撤至塞尔斯克 乌军现在撤回到塞尔斯克 所以乌军现在在北斗尼斯克沿线呢 实际上他并没有站稳脚跟 那么今天在卢干斯克的最新的消息呢 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海马斯 那么像斯塔洛博斯克 这儿啊 斯塔洛博斯克 我把地图缩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实际上呢 就是在卢干斯克的腹地了 斯塔洛博斯克发动了进攻 那实际上对整个城市的俄军阵地进行了摧毁 那么海马斯现在来看呢 乌军实际上呢 装备的海马斯啊 整个的弹药 特别是在赫尔松 还有哈尔科夫前线 海马斯弹药非常充足 那也就是说 俄军呢摧毁乌军后勤保障系统 并没有取得效果 我后面呢给大家做节目啊 谈一下 为什么乌军他的后勤还能继续支持 那除了斯塔洛博斯克以外呢 海马斯还攻击了鲁别日诺耶 这儿鲁别日诺耶 另外呢 今天还对斯瓦托沃 这儿 以及新艾达尔都进行了炮击 所以你看 俄军呢现在呢 在卢干斯克境内的纵身 实际上也遭到了乌军的进攻 由乌军现在呢 他的后勤补给并没有被起断 那在顿尼斯克方向呢 乌军沿顿尼斯克南部地区的防线 发动了炮击 特别是马基夫卡马林卡一线 但是呢也没有形成突破 所以顿尼斯克方向呢 俄军的阵地没有什么变化 北部的卢干斯克呢 现在俄军对斯瓦托 对新艾达尔斯塔洛博斯克 那么现在进行了炮击 这是现在哈尔科夫前线啊 最新的一个消息 那说到后勤补给呢 现在土耳其方向有个消息 乌克兰媒体证实 土耳其呢正在减少对乌克兰的 TBR无人机的供应 那主要原因呢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京 和爱尔端达成了通过土耳其 向欧洲供契 那么搭建一个天然气枢纽平台 那么土耳其呢获得了好处以后呢 放弃了在乌克兰的利益 也就是说向乌克兰提供TBR无人机 逐渐的减少 那么今天呢 梅德威杰夫呢也抵达了乌拉尔机车厂 未来呢包括T90最新型的主战坦克 也将抵达顿巴斯地区 所以现在来看呢 俄罗斯方面呢会增加在顿巴斯地区 那大家知道 现在呢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呢 只剩下两周的时间 所以未来的一段时间呢 乌军呢在哈尔科夫在赫尔松方向 会发动西英伦的进攻 乌军呢在顿巴斯 在南部赫尔松 一定还会有新的行动 那么俄军呢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 那么和乌军在库布扬斯克利曼 赫尔松方向 还会有大规模的战斗 我也会持续关注 另外呢 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啊 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前 马斯克方面还会配合美国 特别是拜登政府啊 拜登政府为了中期选举 实际上呢也向马斯克施压 所以马斯克他的星链卫星 还会提供给乌克兰乌军使用 所以未来呢乌军获得了星链卫星的支持 那么在顿巴斯地区啊 特别是在巴赫尔特方向啊 这马斯克很关心巴赫尔特 对拜登政府十分重要 所以拜登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 保证乌军在巴赫尔特的 巴赫尔特的优势 不会让俄军夺取巴赫尔特 如果俄军夺取了巴赫尔特 那么美国的中期选举 特别是拜登的啊 民主党这个选举很有可能会失败 所以你看马斯克也保证了拜登政府 特别民主党政府在巴赫尔特 特别是乌军在巴赫尔特的优势 大家要看懂啊 这个马斯克很聪明啊 他并不敢得罪民主党 所以你可以看他和美国的政界军界 他都是有联系的 所以呢这个马斯克啊 他不光是商人 实际上他还有一个政治色彩 今天就讲这些 后续有更多消息 我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答